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国家男兵的数量急剧下降,迫不得已女兵也开始陆续赶赴战场,由于很多女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所以女兵也逐渐被很多国家大规模征用,因此在后来的战场,遇到女兵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。 那么问题就来了,如果在战场上,敌人是非常漂亮的女兵,你会怎么处理,你会忍心开枪吗?尤其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里,男人是不应该打女人的,因为女兵在体力上,明显不如男兵,如果男兵向女兵动手的话,明显有点不公平。 并且战场上的士兵们,都是热血方刚的男儿,他们也非常的具有正义感,喜欢和对手公平较量,欺负女人和孩子,不是他们会做的事情。 所以当时很多男兵在战场上遇到女兵,都会选择手下留情,或者会十分的犹豫不决,但是很多女兵则不会这么想,因此很多男兵犹豫的时候,都被女兵无情地杀害了。 尤其是当年的越南战场,越南的女兵十分的厉害,也知道了我军士兵的这一弱点,经常会在我军犹豫的时候,趁机偷袭,很多士兵都因此丢了性命。 我们的仁慈,换来的则是战友的牺牲,后来士兵们也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,因此在战场上遇到地方女兵,如果心慈手软,犹豫不决的话,是被禁止的。 所以在以后的战场上,我们的意识中,只能存在敌人和战友,不存在男兵和女兵之分,不能拿自己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,同时也要记住,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在战斗,更是为了整个国家,整个民族,想到这些,相信士兵们在遇到女兵的时候,就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犹豫不决了。 而这些宝贵的经验,也都是我军士兵用很多血淋淋的牺牲换来的,但是,如果是一些被俘虏的女兵,我军自然也是会严格按照对待战仆的要求,不会进行体罚和伤害。 那么如果是你,在战场上遇到漂亮的敌军女兵,你会怎么处理呢?会像我军现在的士兵这么果断吗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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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